原标题 虽然聪明激烈 却不爱读书 成年后 戴笠秉性不改 吃喝嫖赌 酿酿精通 几颗大金牙就是赌博时被打掉箱上的 二十九岁那年 在经过多年的打流生活之后 戴笠渐渐认识道 如果再不正经困 可能这辈子就完了 于是他开始改变 恰巧此时遇到同乡同学毛人凤 在毛人凤剑意下 戴笠南下报考了黄埔军校 经过两次的努力 戴笠终于成为黄埔六七学生 进入黄埔军校 可以说戴笠一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在这里开启了他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 多年的打流生活 为戴笠积累的丰富的社会交际经验 靠着这种经验 戴笠迅速为蒋介石获取了大量的情报 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同时也得以了戴笠的地位 随着权力的增加 戴笠内心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 尤其是在女人方面 戴笠可谓视野做新郎 只要他看中的女人 不管对方身份和地位 显有逃逃魔掌 甚至连自己手下的妻子也不放过 有一次戴笠乘车 经过军统局人士处科长李修凯家 刚一进门就被李修凯的太太迷住了 李太太千身立志 身材晕衬 戴笠哪能放过这等美女 于是便找了一个理由 帮李太太带到代工馆 当晚便强行成了好事 第二天李太太回到家后 丈夫李修凯恼羞成怒 但又不敢与戴笠作对 一气之下就拿剪刀将李太太的头发全部剪断 已是恩断义绝 可怜的李太太不仅被戴笠霸占 还遭到丈夫的抛弃 她心灰意冷 最终痛苦地离开了 李太太只是众多被戴笠占有的女人之一 其他无名无姓的小人物 更是不胜美举 只是在哪个动荡的年代 他们面对强权又能如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